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和一位朋友去看一辆 可以说是非常豪华的一辆车 它也算上是旗舰级的轿车了 这车就是全新的宝马的七系 只不过这个颜色是一个红色 一个酒工色 可能很多的朋友们 比较喜欢买黑色的宝马七系 或是白色的 红色可能就少了一些 但就是这种标新立异的一个颜色 很多人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那么我今天也来问一问 这车宝马七系 这些优惠程度究竟如何 又或者说这套宝马七系 现如今全部办完了 又需要多少钱呢 下面组织我们现在看一看 这款七系 各位老天们看到了吗 眼前这辆呢 就是全新的宝马的七系 它的进气格栅呢 经过中期改款之后的 变得是真的大 包括很多的朋友们呢 刚开始也是说 这台宝马七系 它更换了进气格栅之后呢 这显得车是真的很丑 可是呢 我们经过实践这么一个沉淀 发现现在的宝马七系呢 也算不了以前这么的难看了 还算是比较霸气的一款车 配置呢 是属于20U款 740LI 尊享套装版 新的制造价呢 是高达1068 从视频当中呢 我们其实也能看得出来 它这个大灯呢 是泛一点蓝光的 这也是它的高配版本的一个特征 它是个激光大灯 颜色呢 这款展车是叫做杀金石红 其实就是一个酒红色了 可能在路上跑的 的确是不多啊 销售台表示说 说这车只不过是 进行展览的时候啊 用这种颜色 相对来说呢 是比较啊 醒目一些 如果是在街上跑 还是白色和黑色 包括我呢 也是推荐大家 如果要是买车的话 还是买那种主打的颜色 像白色或是黑色 其他的彩色呢 就能买钱入口将来卖 确实是要赔更多的钱 就比方说 以这辆车为例吧 如果要是开个 一年两年的话 把这辆车给卖掉 红色的话 至少要比黑色和白色 在便宜处 一到两万块钱来 大家可能就会说了啊 不敢花一百多万 买一辆车了 谁还在乎这一两万块钱呢 虽然说呢 话是该这么说 但是呢 如果要这样是 付出行动的话 很多的车主们也会说啊 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 能避免这辆钱 白白跑掉 自然会避免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看 这辆七系的内饰 看七系的内饰 首先是看什么呢 无非就在于 它的后白空间了 后白座椅呢 坐上去确实很舒防 空间也是真的很大 各种该有的配置呢 几乎全部都给配齐了 中共台呢 也采用这种大平安 为加上它这个 陶木的一个设计 还有氛围灯 各种感觉呢 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也符合一个 百万级 豪实的一个身份 车长呢 进行5米3 车宽呢 自为1米9 3.0T的发动机 最大马力是340匹 据说啊 百公里加速才5秒多 当然哈 这只不过是据说而已 我估计跑在路面上 怎么说也6秒多了 因为它车身真的是大 最后呢 就这辆车 它一个车架了 车架这方面呢 宝马它相对于奔驰来说呢 是要降了更多的 因为它在最大的豪华属性 也就是说是啊 行政机轿这方面呢 它的确是不如奔驰 这辆车 虽然说的新车招架呢 已经高达100多万了哈 优惠力度 也已经达到了15万 也就是说裸车的价格呢 才91万多 最终的这辆车 全办法的联合购注税保险 它落地价格是在100万出头 大家感觉 花100万出头 买了辆宝马的740 值不值呢 下次来用车 也欢迎评论区里面留言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